我們現在 剛剛那個是用多段傳輸線來解 那現在我們就是用書上告訴我們的方法 書上告訴我們的方法 來解看看 先將坐標改成這樣子 坐標改成這樣 原來是什麼 我把這個Z0 double prime 改在這裡 因為它都是負載端算是0 V0T 原來它是這個 它告訴我們輸入的電壓瞬間值是這個 所以它的這個 Facial form 則是V0 ZL 則是Z0歐姆 Z7是0 因為它沒有內住 然後L等於四分之一波長這麼長 你還是一樣算這一項 算這一項 因為等於電壓波的正幅就是這個 V0 電壓波的正幅是這個 然後算這個Exponential 負 Gamma Z 你把這個畫 畫出來 Gamma Z 你把這個L等於四分之一波長 等於四分之一波長 帶進去 它可以等於負J exponential J2Pi Zprim over 2 這項也算出來了 然後再把負載的Gamma值算出來 第一段就是這個 0 Gamma G呢 等於負1 Gamma G 它是這個 比上這個 或者你直接用這個 因為這個是負載段 我們可以用這樣算法 這跟剛剛那個算出來是一樣的 把以上的數據帶入這個地方 V等於這個 你要記這個是 然後Gamma是0 這個分母就沒有 就是1了 就變成這個 乘上1加Gamma 這個 因為Gamma Gamma是0 這個是1 這個也是0 所以它就剩下這一項 這一項 這一項呢 我們可以把前面這個 就當作是V0 這個就用這個帶 然後Zprim等於0的地方 那你就把這個字帶進去 Vprim等於0的地方 它就等於V0 乘上 剛剛我們算出來了 你看這個算出來了 -J 乘上這個 這個Z是0 就是1 就是-J 就是-J 然後 這個是它的十斜型 這是它的向量型態 十斜型態 你就把這個字 乘上Exponential J Omega t次方 取時數 就是這個 四分之 四分之 Lemina 就是負載端 負載端呢 因為V0已經算出來了 V0就是這個東西 就是等於它的正負 VZ VZprim等於這個 所以四分之一Lemina 就等於V0乘上Exponential 這個用四分之一波長帶進去 然後可以畫成V0 就等於V0了 這個算出來應該是等於0了 四分之一波長 減四分之一波長 0次方所以就是1V0 這個地方的順時電壓 你就把V0 乘上Exponential J Omega t次方 它就是這個字 所以第一段傳輸線 任意位置V'的電壓 電流 這是電流 我們用這個方法來做 就是也是它告訴我們的 OK 那Gamma是等於0喔 所以這個還是等於1了 它就等於這一項乘上這個 乘上這個 那這個就等於V0 over Z ZG是0了 那這個VG我們剛剛算出來了 它的這個向量值就是V0 被Z0來除 那後面這個就是等於1了 那就是這個字 然後把這個Z'用0帶進去 就等於這個 就等於這個 I1 plus I1 plus I1 plus 就是等於第一段負載那個地方的電流 它就等於這個值 乘上exponential j omega t 那麼 取實數就是這個 那麼 1pi的地方呢 那你就用這個 1pi帶進去 V0 over Z 1pi帶進去 那你要算它的電流的話 順時指 你就把這個 乘上exponential j omega t 去實數就好了 然後加上第二段的話 加第二段 第二段我們有半波長 轉換式 就知道 你看這是二分之一波長 二分之一波長 這個地方的電壓 這個地方的阻抗是多少 它這個入射阻抗就是多少 所以這個是無窮大 這個也是無窮大 所以我們就用這個帶就可以了 所以Z 在Z等於0的地方 跟Z'等於二分之Lamna的地方 是一樣都是無窮大 所以前半段 前半段傳輸線 在Z等於0處的主抗 它是Z0跟無窮大的病連 這個地方有個病連符號 就是這個 所以結果還是兩段合在一起 前面這一段呢 還是跟A的情況是完全一樣 前半段還是跟A的情況一樣 所以在Z'等於0的處 等於0的這個地方 也就是這個地方的電壓 它是等於這個 你看電壓 電壓是這個東西 跟第一段一樣 跟第一段一樣的話呢 就是這個地方的電壓 這個地方的電壓呢 它就是這個地方的電壓 這個地方的 因為這個電壓跟這個電壓是一樣的 病連嘛 病連嘛 是一樣的嘛 所以這個是等於0的地方 Z'0的地方是-Jv0 所以這個也是-Jv0 ok 你把這個乘上 exponential j omega t 次方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後半段的 我們可以用等效電路 來看 來看 這個 這個 它的向量是等於 G是0 Z'L 無窮大 這是二分之11 所以V1 我們可以把它 V1是等於這個東西 那VG呢 VG 這個畫成向量式就是這樣子 然後把這個畫一畫 這個畫一畫 那麼它是等於 等於這個式子 那這個是用來做移轉的 做那個 反射系數移轉 它是等於這個值 然後這個等於L的話呢 它是等於1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算Gamma G Gamma G 是等於 ZG 減到Z0 ZG 加Z0 就是0 有0代表 這是Z0 等於負1 Gamma L 這是無窮大 還是等於正1 還是跟 剛剛那個一樣 這是後半段 這是後半段 因為這裡是段路 這是1 那這個值呢 那 你就V0 這個VG 現在是等於這個 代進去 等於負J V0 這個也算出來 你把這個用負J V0代 ZG 等於0 它就等於負J V0 overZ0 最後半段的電壓 我們用這個式子 這個都有了 變成這樣子 這個Gamma G也有了 Gamma也有了 它就是這一段 另外 那麼 這個就是1加1等於2 2分之1提出來 然後這個前面 就變成這樣子 1加上Exponential 就是電壓 電流就用這個式子 你把這些值帶進去 這個帶進去 這也是一樣 那麼我們就可以求出 Z double prime等於0的地方 因為V是等於這個值 Z double prime等於0的地方 就是這個是0 這個也是0 這個0等於0 就是2了 2跟2分之1約掉 就變成2 變成2 OK 然後 它就變成 負JV0的 當中這個值 然後這個 算出來 正好是 Exponential 負Jπ 負Jπ 所以就是JV0 I 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等於0 Z等於V prime是0 在這裡 因為斷路 所以它一定是0 斷路它一定是0 OK 斷路電流一定是0 所以V2 它的順時值 就等於 剛剛的JV0 乘Exponential Jωt 取時數 I2t V1 就等於0 0 乘到這裡 就是0 那麼 其他的地方 也是一樣 你就把這個V 就用V這個式子 算出來 I這個式子 就通通用 這兩個式子來算 通通用這兩個式子來算 算出來以後 我們再求它的順勢值就好 然後以下就是要求它的 這些地方的 瞬間電流跟電壓 就是我們剛剛算出來了 你要回頭去看很麻煩 我們把它重新寫出來 就是這個 這個東西 這些值就在這裡 然後呢 我們就算 它的power Z等於0 這個地方 還有這裡 這裡的power 我們通通用什麼呢 用power V乘是I 我們通通有了嘛 你不管哪一個位置 這個通通有了嘛 那麼我們算出來的結果呢 跟前面完全一樣 所以我們這裡就 就不再去看它了 那麼這個就是 這一個立體 這個立體 因為我們那個圖啊 就是我們這個 不像黑板 黑板很大的話 我們可以留在那裡 回頭看很方便 這個就不太方便 所以各位可以從 我講義上去看 講義上 可以仔細看一下 好 現在我們再舉一個例子 有一段 無耗損傳輸線 單位傳度的電感係數是這個 現在是另外一種方式的 電路 L等於這個 電波在線上的傳播速度 V是220m per microsecond 求單位長度的電容C 特性阻礦Z0 如果線端的負載 只有電阻 100歐姆 那麼C 求反射系數 γ 穿射系數 這個地方的反射系數 還有這個地方的穿射系數 OK 好 我們把電路匯出來 好 我們現在要算 單位長度的電容 要怎麼算呢 我們就記得 這個要記一些 這個 因為你真的考電路 那麼 很麻煩 改起來也很麻煩 通常都 在外面考試 都不會考那個東西 但是你這個值 一定要記住 這個很簡單 V等於根號LC分之1 這個就跟我們 電磁波在介質裡面傳播一樣 這是μY 這就相當於μ 這就相當於Y 然後你把這個 這個值子 變一變 就變成這樣子 傳播速度有了 單位長度的主抗也告訴我們 感應 係數也告訴我們了 就可以算出來是 82.6個picoferas per meter 要注意它的單位 注意它給你的單位 他給我們的是 microhenry microhenry 沒錯 microhenry 那你在算的時候 就要變成 十的負六次方個 henry per meter來算 要求Z0 Z0 你也要記這個 這個都是很基本的 這個都是很基本的 你把L帶進去 C帶進去 這就是55歐歐歐 再來 就反射系數 這個是負載端的反射系數 那這個就是負載端 你把這個值帶進去 0.29 就算出來了 你這個是反射系數 那麼穿射系數呢 那就是1-γ 因為這個加這個等於1嘛 那麼就是1-0.29 再0.71 就好了 所以這個題目很簡單 你一定要把他的 基本的 傳輸 跟這個 他的線 本身的這些 單位長度的電容 單位長度電容 電阻 電桿 這些都要記住 好這個 一題就是說 一段無耗準傳輸線 在Omega 等於1個 Gigaradium Gigaradium 下運作 特性阻抗是60歐姆 它也是5號 5號吋就是歐姆了 像常數是這個 線端是100歐姆的電阻 跟12.5個 PF的電容併黏 它的負載是兩個東西的併黏 電阻 電阻 跟電容的併黏 求單位長度的電改 單位長度的電容 以及反射吸收 你把這個 Z0 它告訴我們了 Z0的基本 它的基本式子是這個 它等於多少 60歐姆 所以 我們從這裡 還有就是Beta 像常數 像常數 Omega 更好LC 這都要記 等於5個 Radiant per meter 所以 你就可以算出來 LC 是等於Omega Omega 分之5個 Radiant per meter 你把Omega Omega 是一個Giga Radiant Giga就是十的 九次方 九次方 所以 倒過來就變成 十的負九次方 好 那現在這算A式 這算B式 A乘B 這兩個一乘C 約掉了 電感就求出來 B除上A呢 L消掉了 C呢就得出來了 電容的熔抗 它是等於 JOmega 這個C應該大寫 我寫錯了 這個C應該用大寫 JOmega C D 是等於 這個 然後 把它算出來 就是這個值 這麼多Om 我們先把它擺在 因為它要併聯 併聯的話 我們用導數比較方便 電阻是這個 它已經告訴我們了 電抗與電主 併聯 所形成的 線端的主抗 這是併聯的符號 它的R分之一 再加上 XC分之一 它就是這個 所以 這個幅數把它算出來 是39 減掉 48.8 歐姆 線端的反射係數 你就用這個算 這個都有了 那就可以算出來 好 現在又是 這個電路的問題了 這電路的問題呢 我們直接 帶這個使者 我們還沒有用過這個使者 現在看 一段五號筍傳輸線 特性主抗是 50歐姆 600個MHz 頻率下 運作的時候 波長是50個cm 要注意它的單位 負載主抗 是這個 它不是一個 純電阻 是分別求 Z'等於0 -5cm -30cm 處的 輸入主抗 那我們把已經知道的值 寫到這裡來 β就是這個 等於這個值 那它現在 因為它這個 長度 不見得是四分之一波長 也不見得是 二分之一波長 對不對 那這個就不好用 這個 主抗的轉換器 那我們現在就用這個 Zi 比如說 我們用這個式子 這個式子要稍微記一下 那這個γ呢 因為它是等於 Jβ J octangent hyperbolic hyperbolic γ 就等於 J hyperbolicβ 可以換成這個值 然後我們就把這個值 代進去 Z0的主抗 就把這個值代進去 Z0 值代進去 就等於這個 Z prompt 等於0.05米 0.05米 那我們就把這個 BetaZ算出來 BetaZ算出來 0.2π radius 等於36度 那tangent的這個36度 0.73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值代進去 把這個值代進去 OK 就是剛剛這個 把這個值代進去 你算出來呢 就是 最後算成直 直角形 大小就是這麼多歐姆 它有一個face -31.56度 0.3米處 那我們就 BetaZ prompt 算出來 等於這個 tangent的BetaZ prompt 等於0.73 那麼這個 跟B 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就不要算 Lamina是50cm 這個地方是怎麼來的 奇怪 我回去再看看這個題目 看看原文是什麼東西 這個題目很奇怪 好 那麼我們再看一個題目 有一段無耗準傳輸線 特性主抗Z等於50歐姆 在這個頻率之下運作 傳播速度是 光速的80% 據負載1.5公尺處 輸入主抗是純主抗 純電主 其值是0.4Z0 求負載主抗 反射系數 助波比 好 那這個地方呢 我們先把它給我們的這個值 算出來 寫出來 它告訴我們它的傳播速度 也告訴我們它的頻率 所以我們知道它的波長 知道波長 波長知道了 我們就可以求它的向長數 2Pi over Lamina 等於這個 那現在我們就用這個 我們用Zi 輸入主抗 輸入主抗是等於這個 我們剛剛寫過了 無耗準 所以可以寫成這樣子 那麼現在它是 它是距離負載1.5米處 所以這個Zprom 是等於1.5米 那你把Zprom 帶進去 把它帶進去 我們可以得出來 把這個算出來 就是0.4個Z0 0.4個Z0 這是0.4個Z0 好 那麼 ZL 有這個式子 這個我們算不出來 因為ZL 不知道 ZL不知道 但是它告訴我們 它負載主抗 是等於0.4個Z0 所以這個字是已知的 然後我們就從這個式子 這個 這個等於這個式子 我們可以畫出 分母 分子 你看分子是這個 等於這個乘過來 然後從這裡 我們可以把ZL調過來 就得到ZL 就等於這個 這麼多歐姆 這麼多歐姆 OK 所以這個好像漏了一個什麼東西 漏了一個Z0 這個等於0.4乘上這個 還要被一個Z0來除 Z0是多少 Z0是50歐姆 所以這個還要被50歐姆來除 這個還要被一個50歐姆 50歐姆 就被Z0來除 然後γ呢 它們L是等於這兩個 是等於ZL-Z0 然後這個 算出來 我們畫成直角形式 就是這個 然後駐波比 我們就用1加γ絕對值 over1-γ絕對值 這個比是等於3.48 3.48 OK 好 上面有三個題目 都是不怎麼困難 不怎麼困難 再下來呢 先用疏散的方法 或者多段傳輸線的方法 來解這個問題 那麼 將來我們會講的一個 史密斯圓圖 那個時候可以求這個 γ的反射係數 可以從這個圖上面來做也 比較方便 不過現在我們呢 先不管 史密斯圓圖 我們就用這個 來做 這一圖 有三段傳輸線 一段 線二 線三 其中兩段的特性圖 看是Z0 這個也是Z0 這個也是Z0 是求 從BB端 從BB端 看線二 以及從BB端端 看線三 的輸入主抗 還有從AA端端 看線一的輸入主抗 從AA端端的電壓 要求這個電壓 這個算V1T 以及BB端 BB端端的電壓 V2T Part D 求輸入線 輸入線三 輸入到線三 應該寫 輸入至線三 是瞬間功率 輸入至線三 瞬間功率 好 那現在我們 怎麼辦呢 我們首先 坐標設出來 位置設出來 設定BB端端的位置是Z0 這裡是Z0 AA端端的位置是Z 等於-四分之Lamina 因為它是長度-四分之Lamina CC端 CC端 它的長度 跟DD端的長度 都是Z等於-四分之Lamina 四分Lamina 我們寫這樣 斜的其實它就是直的了 那兩個 像我們兩個才看得出來了 要不然兩個都重疊了 等於這兩個 兩個在這裡並連 好 我們設出坐標以後 我們現在要求這個 BB端 BB端看二線二跟線三 接二線三都是多長 四分之Lamina 所以四分之Lamina 如果又是 無耗損傳輸線的話 我們就可以用 四分之一波長 主看變換器 Zinput 對於Z0平方 overZL 所以BB端 看線二 那就是 看線二 它Z0平方 這個是線二端的 線二的 負債主抗 也是Z0啊 這也是Z0啊 所以這就變成Z0 看線三呢 線三的話 因為 這個地方的輸入主抗是 二分之Z0 二分之Z0 二分之Z0平方 被ZL3 就是第三段線它的 負債主抗 第三段線的負債主抗 短路 短路就是零啦 就是零啦 所以它是無窮大 無窮大 好 那我們已經看出 這裡看它是 等於Z0 看這個是無窮大 所以 兩個一起看呢 這是病年 在這裡就是病年 病年 病年的話呢 它就是等於這兩個病年 這個病年符號沒有畫出來 一個是Z0 一個是無窮大 加起來 這是Z0 所以你在 這一段 往這邊看的時候 它還是Z0 就是說它的 負債主抗是Z0 好 現在我們就從A一段 看線一的 輸入主抗 現在你要注意喔 A一段看這個 A一段看這個 那現在它的這個 輸入主抗 就是剛剛我們算出來的 就是Z0對不對 Z0跟這個Z0相等 所以這一段是一個 匹配的 所以它是等於 Z0平方 OVER Z1 這也是Z0 這也是Z0 那就是 那就是 Z0 注入主抗一定是Z0 因為匹配嘛 好 現在我們看 傳輸線在負載端的反射系數 負載端的反射系數 負載端的反射系數 OK 它的線端 這是線端的主抗 這個是Z0 你看那個 剛剛我們算是病人 得出來是Z0 所以呢 那個地方的反射系數 那個地方的反射系數是0 反射系數是0 就是Z1的反射系數 好 現在我們同樣看這一段 這一段的反射系數 在另外一個 坐標Z' AA端的反射系數 看看這個是BB端的反射系數 那AA端的反射系數 我們就把它帶到這個裡頭去 它等於這個 這也是0啊 乘上這個 也是0 所以 這個地方的反射系數也是0 這個地方的反射系數也是0 好 那AA端的電壓 我們可以從這個 等效的圖 這個圖就是 就是這個圖 你剛剛不是已經算出來這個 這個Z Z0是多少了嗎 對不對 就用這個 這是Z0 算出來了 就用這個 等效的圖來看 所以V1Z 就是這兩端的電壓 等於這個電流 這個被 這個被ZG加Z0來除 再乘上Z0 就等於 負的二分之一 JV0 你把這個算出來了 然後這個 這個帶到 就是從這個圖上看 我們說 任意位置的電壓 這個 是等於 這個是入射波 入射波它有一個 有一個正符 E加上 Gamma Gamma 這是負四分之一 這就是 加上 Gamma Gamma Z 這應該是寫 Gamma Z 等等這個 用負四分之一 Lamina 這個Z也用負四分之一 Lamina 這個也用負四分之一 Lamina 才會得出來 所以 應該後來 才寫成這樣 才對 前面那個 還是用 Gamma 問Z 就好了 然後就把這個 算出來 這是 0 這是1 就等於 這個 這個就是J 那我們就把這個 J V 等於前面這個 你看 負四分之一Lamina 地方是這個 我們從這個圖上面得到的是 是這個 是這個 所以這兩個相等 我們就得 V0 plus等於負二分之一 Lamina 所以V V1 負四分之一Lamina 等於負二分之一 Lamina 負二分之一J V 這是Voltage 這是Voltage 應該隔開一點 A端的順時電壓 你就把這個都算出來了 你就把這個 撐上這個 取時數 就變成這樣 因為J跟J 約掉了 J跟J成交變成負一 然後再由V等於這個值 這不應該寫成負四分之一Lamina 那這應該是 這必要四分之一Lamina 這就是Z 這就寫個Z就好了 這個地方寫個Z就好了 這個寫這個就不對了 剛剛那個也是一樣 剛剛那個 剛剛那個 這個可以寫四分之 負四分之Lamina 這個地方應該寫Z才對 應該寫Z才對 否則會 搞得很糊裡糊塗的 現在我們看V2 等於0的地方 OK 這是0的地方 Exponential Jωt次方 好 這個地方的電壓 V1 0 V1 這個 這個用0來帶 看看等於多少 這個是0的話 這個也是0 那麼Gamma0呢 剛剛算出來是0 對不對 就等於V1pr 然後這個又等於 二分之一 v1 就是說 V1 0 要從這個四值來算 對不對 從我們剛剛這個 這個四值來算 這個是0 這個0就等於1了 對不對 這個0是0 所以它就是等於V01 V0 這個算出來就等於V01pr 然後這個呢 這等於負二分之一V0 所以這個等於這個 所以它就是二分之一 負二分之一V0 V0 然後這個取實數就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就要忘記交代了 這個就可能要交代 忘記交代了 忘記交代了 從剛剛那個圖上 186要回去再把它露一下 在線3的CC端的反射係數 CC端的反射係數 你就用這個00 因為它是短路 負一 線3在BB端的反射係數 我們就從這裡移過去 這個是線3 這是短路 四分之一移過去 你用這樣也可以 用這樣子算也可以 就是這個用負一帶 然後這個乘上這個東西 等於等於一 或者你用這個四分之一 波長主抗轉變換器來算也可以 好 這個算出來了 那麼任意端的這個 線3的任意的電壓是等於這個 所以這個都要寫Z了 好 那麼 那I3就等於這個 被Z0來除 這個變成1- 然後V0 現在我們就要求V0 3 plus 那這個是等於V0 我們把這個 它是等於這個 由這個來算 V03就1加1 這個是0嘛 變成2V 2V03 來 這個跟負二分之一 V0 相等 這個相等就得到這個V03 plus 對不對 負四分之一 這個求出來了 這個求出來以後 我們就可以求V3 把這個帶進去 這個帶進去 在0的地方 0的地方帶進去 這個是0了 這也是1了 所以就等於兩個V03 這個等於二分之一 V0 所以它就等於 這個值 V3 在0的地方 這個取實數是它 所以I30呢 在0的地方 就是這個 被 這一段的特性阻抗 來除 1-1-1 在線3 線3在BB端的 順勢電流 那這個電流都有了嘛 帶進去就好了 功率呢 因為電流是0 所以它一定是0 我們先介紹到這裡 下一次我們再看一個立體 有一個字幕 抓到這裡 對 有一個字幕 是 有一個字幕 是 有一個字幕 有一個字幕 是 有一個字幕 是 有一個字幕 在這兒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